大家好 歡迎回到動漫廢物 逢星期五直播 但今天我們是錄播的 收聽方法你們在做的就是在我們的網站 acworkbridge.org 按個連結來直播 但如果你們聽不到直播 你也可以收聽錄播 還是回到剛才的網站去做同樣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阿Tim 大家好 我是子萍 大家好 我是盲鬼 那你聽到這個組合 其實知道我們講的一定是跟高達有關的 耶 趙 萬歲 你說什麼呀 明明是泰坦斯才是王道 那這些就... 我們咪後會解決的 這些就先解決了 那今天我們就講一套 我想就算播了的時候 也應該沒有下一套高達作出的 應該是暫時最新的高達作 剛剛結束了 OVA就還沒計算下去 是啦 但OVA我就少看啦 即是UC那些 這套就是剛剛在日本播完 也剛剛在無線播放的Gundam Build Fighters 他的中文名叫... 高達創建者 創建還是創建 台灣就譯作創鬥者 香港就叫高達創建者 那他的開放很受歡迎啦 大家可以上去Youtube聽聽他的中文版 即是廣東話版 廣東話版 哪方面的受歡迎 大家很熱烈地討論他 還有很有禮貌地問候他 這套是一套的開放 絕對 這套絕對 這套是太多了 高達的Gundam Build Fighters 這套是很有趣的 有趣在哪呢 就是他剛剛還沒出的時候 只是講一些設定 講一些故事簡介 那些人已經開始吵了 由哪一套高達一開始不讓人吵的 不是這套是那種是 簡直是沒有人的 你一出來就 擺到明又是 買玩具呀 打小孩市場 是屌到仆街的 是零期待的 包括我自己本人 我想問一下兩位 你只是初頭看了 那個所謂簡介和設定的時候 你都應該沒有什麼期望 其實都不是的 我是有一個很有期望的人 跟我說這套的 我才有留意的 其實是誰 那個就是春秋偉紅 這個就先不要說他 但是你本人是有沒有一些期望 即是你撇開阿偉紅 其實近代高達 多數都是有媒體 都不會期望些什麼 基本上我是有些期望的 當然在A住之後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變成沒有什麼期望 沒有希望才不會有失望 但是認真地說 因為他是講得明 是以比賽 他是一件玩具的形式來玩 我是有少許期望 只要他不要變成 拯救世界的路線 他最後真的拯救世界 即是叫做暴走 但是還沒有叫拯救世界 即是不是好像 彈波羅戰技 即是不是陀螺可以爆了世界 是的 如果是純粹堅持玩具 這個路線 我覺得是真的有點期待 因為這樣的 大家如果有看高達的 他有A Choice 他開始擺明畫風 算了叫二同鄉 我這樣說 其實那些人已經開始有些屌 因為你去到 都不是有些 HG前那一套是零零 我沒記住 Double O 畫風或者故事 取向你還是覺得 是給一些年長少少的人看的 因為其實Double O的世界觀 和富野的世界觀是一致的 這個第一季還可以這樣說 第二季有些少少 都不是 第二季我覺得都一致的 因為第二季 其實他一直說 富野的溝通 他對人類和人類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想法 我覺得還沒有離開高達的 人類觀 我覺得還可以當成一個高達這樣看的 都是比較成熟的故事取向 那我自己本人 我跟成龍不同 我不用試過就開始屌 成龍要試過才屌 不是試過才屌 不是試過才屌 我不知道他 我就看到屌又是這些設定 又是這個設定 就是我本身 很老實 對 因為我一集都沒有看過 但是聽說都很糟糕 我看了兩集之後 就對不起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不知道 我是聽過有人扎眼 聽過有人扎眼 但是自己沒有試過 我沒有去試讀這個傾向 所以 我自己 因為 你知道 有人吵開 你就跟上吵一份 我感覺不良好的 我不是你這麼洋裙 我是很洋裙 我沒有承認過 我是很獨立獨行 我沒有承認過 我沒有承認過 那是有一點點 就是覺得 嘩 屌 怎麼搞的 直到 有一天 你知道 我也是很洋裙的 我上高登 你知道高登是 一些劇集 或者新番 或者whatever 會自己有個flat 我突然覺得 為什麼 金燈飄輝 大概是每集有個flat 這件事很厲害 因為多數都是一套劇集 有幾條flat 甚至是一套 但是沒有人留言 但是 他可以每集都有一條flat 我覺得很厲害 我想對上的經驗已經是 GUNDAM SEED 那時候 GUNDAM SEED 是狂屌 不是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幾狂熱一下 我估計 我估計 20集左右 都討論 真的去得很快 Double O 也有的 但是 那種感覺 可能因為我的 expectation 太低 我覺得 咦 屌 好像有些料到 我就看一下 我講到這裏 其實我想做個小小的故事簡介 故事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個世界的模型砌出來 是可以打的 之後那些人就拿些砌了的模型 去打個 打個 打個 他們那個杯 忘了叫什麼杯 叫做 去到第八屆 我只記得 總之是世界大賽 世界大賽 他的主角叫 伊積正 日文我不會讀 也不打算讀 伊積正 是的 其實是好人會讀日文 他就是一個色彩模型 但是他自己不懂得控制的人 他爸爸是 不知道第幾屆的亞軍 第二屆的亞軍 是 第二屆的亞軍 但是他爸爸就好像大少偉的爸爸那樣 不在家 最少有出場 有出場 但這套是好一點的 就是 大致衛有弟弟的 沒有 有 有過弟弟 很久之後 直到有一天 所以他一直 就是主角 伊積正 一直都贏得 直到有一次他遇到一個 在第二個世界來的人 他叫做 我不會讀這個中文字 靈絲 靈絲 總之有一個 一個打 雙人組合 雙人組合 就是挑戰這個世界大賽 那 故事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想不到有些什麼 就是 碗碎一板子寫得完的故事 就是 一板子 我想 你再選一些 都可以講得完的故事 其實很簡單 高達世界杯的故事 是的 高達世界杯的故事 這樣 我覺得 這個故事 老實說 他裡面的機器 我都不是覺得每一部漂亮 但是他有一個很聰明的 是什麼 他就是不停的 拿回UCD的東西出來玩 所謂的老小咸 而就是這些 我覺得 這是一個 滑時代的做法 就是 他是完全以 翻炒玩具 和賣玩具 的方法 去做這套高達 即使之前的高達 他都要找個故事出來 去 去 炒他們的作品 炒他們的玩具 但是他沒有去到這個 這麼明目張膽的情況 就是 擺明你們買的玩具 就是我們出的玩具 我真的會推銷這些玩具 給你 他不是去到這種景地 現在是已經去到這個景地 他最精明的地方 是什麼呢 好像剛才阿子萍這樣說 他是連設計都不用 因為他只是拿一些玩具出來 我不敢說這些是沒有設計 但是你是改一些東西 其實 還有他翻炒一些死貨 對 你看到他經常拿一些 strike 那些 那些 你都知道 他還有很多 在角落頭出現的 沒有人記得名字 那些機器 還有這套東西 也有一個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 我自己看第一 二集的時候 特別是看毛記版 為什麼你要做 這麼自殺的事情 因為我剛好那天很空 那我在公司那裡 其實我是在試著TVbox 那我在開 剛好又有個集走出來 對 然後還要用一個projector去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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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實 那一集真的 嘩 你看到那個衣跡 是不是叫做衣跡 衣跡 它跟人一樣大 一比一這樣 爽 OK 這個不是一個重點 但其實看的時候 其實有一件事很開心的 就是 因為你本身是砌模型的 你砌模型的時候 他們是在說 一些砌模型的技巧 跟你說 這就是什麼模型 然後 說完名字之後 要怎樣補口 無縫 就是那些砌模型的turns 你會出來 那些turns 其實如果看日文版 都會有的 但是日文版你用的turns 你沒有那麼有共鳴 因為你不會是平時 我跟朋友說 無縫那裡很煩 那隻東西 偷膠偷到飛起 然後我就搞了 我想殺人 那樣 但是他講回turns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共鳴感 其實他很有力去刺激我們 真的想砌模型 甚至乎我們忽然間 被他吊了這條人 真的被他說服到去買模型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本身我是一個 不砌模型的人 我看完我真的買了一堆mg 我都買了一堆mg 我都買了一堆mg 我當作是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最成功的是什麼呢 先買到玩具 大家知道模型是要出帽 他也是用那些帽 即是低成本 你還可以吸引到一些 無論在砌模型會買更多 不砌模型都可能去買 其實整個project是天才來的 我覺得這個成功開播 絕對是第一集 南巴拉爾出來的一幕開始 沒錯 其實老實說 我出去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OK 都是那些東西 你知高達 就好像剛才的盲鬼 我看到藍色巨星是叫做南巴多爾 青絲巨星 青絲巨星 我心想阿屌你這混蛋 真是敢死去玩 他還要找回原配 你敢死去玩 然後我在想 你敢玩 我敢看 然後他越來越多 例如他出的那個學長 那些人很過癮 那些人很過癮 為何我覺得很過癮 他擺在那裡就是玩夠 玩夠阿瑪 他怎樣呢 最初他是那些 講話很過癮 很過癮 很過癮 那些頭髮正 即是飛輪海頭 那些 一一一打高 那些 我叫打高達 打高達 打高達都掃起了頭髮 不就是馬沙之法 的馬沙 還沒算 至於他戴上黑超 以為別人不認得他 那些人很可笑 因為他臨時計算了 名人 這個一會兒我們再講 名人 當然是甚麼 江川名人 川口名人 川口名人 這個名字 不知道為何你不可以用原名 你以後可以叫自己 做第三代名人 然後戴上黑超 那主角認識他的 主角就問他 其實你是誰 我找他叫甚麼 你是不是結成學長 結成達也 學長 你是不是結成學長 然後他就說我是名人 然後他就嗲了嘴 誰是誰 那些幕就擺明 好像剛才那位 所以說 就玩夠 古華多浪 你不是以為戴上黑超 那些人都認得你 古華波真的是戴上黑超 戴上黑超 戴上黑超就算帳 公道少少說 因為馬沙是長期戴上我的面具 那些人是看不到他的樣子 公道少少說 即是他原本是蒙面的 又蒙面著戴超 大家都認得 因為我以前只有蒙面 我除了我的面具 沒有人知道我戴上的樣子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個人覺得他有件事是 幾有趣的是什麼呢 他的機器 有些我真的不行 但有些是挺漂亮的 我個人就很喜歡那部經報飯 即是阿傑成學長的第二部機 經報飯我覺得都很喜歡 始終是實戰派 即是軍武派的人都會喜歡經報飯的 我自己個人 比較膚淺一點 外觀主義向 比爾街山 紅霸 那部紅霸 即不是風雲的紅霸 那部紅霸 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江湖傳聞 真是江湖傳聞 你知道現在的模型是先出了HG 先出MG HG最好賣就是那部紅霸 比爾街 對比爾街 那他是有段時間賣斷市 我聽說 甚至我還有江湖傳聞聽回來 一隻比爾街山 全都遮蓋了成年 Gundam H的虧損 只是虧損一部 那是Gundam H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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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可以用兩位數字的日子 買到一部HG的H 因為那時候 我看回日本的抽業員的照片 他們是賣高達送H 對 然後 他其實 還有一些 我又漏了 有些很可憐的 所謂高達的Gag 例如 有道 他很可憐 因為他們另外一個角色 那個美國人 那個是黑人 那個 拿部武士 那部 這個我經常都在吵詭 尼爾斯 尼爾森 這個設計人物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想什麼 即是作為一個科學家 但是 雷鬼頭 還要拿部戰國為名的機體 但是用中國武術 是一個集天下大成於一身的角色 他仲有忍者 對 還要大閃仲有忍者 這個角色有點有趣 因為他們說 某間公司有一種神秘的粒子 可以令到 可以令膠模型動 當然 作為觀眾也很奇怪 你這麼厲害的粒子 為什麼要用來打膠 打模型膠 他就去調查 所以他才參加這個比賽 有道我記得很好笑 總之 那時候輸給主角 他就催眠主角 看看你會不會知道粒子的秘密 我以為都知道 然後主角伊藤正 看他小時候 他有什麼記憶 看他會不會知道有什麼秘密 他有四五歲的記憶 然後他不斷背 那些對白出來 還要背到最後一集不肯停 他說 張阿寶是第一集的 第一句對白 背到第四個 最後一句對白 我看著有一個看著 他說 連爸爸都沒有打過我 你還打到我 我立刻笑了 一開始他講了對白 我還沒猜到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一開始 連爸爸都沒有打過 我馬上知道什麼事 他做了表情 反應都做了 自己好像被人打 爸爸 整個頭扔了他 然後不可以自己的臉 然後再扔他 這個選手呢 他的手機就是一部 是不是 變過Astra 我看的時候覺得挺漂亮的 最後出了模型 我就覺得 又不是那麼漂亮的那部 Anyways 這部我覺得就一般 這部手機就 但是反而他第二 其他有幾個人物 那些手機我是挺喜歡的 例如他有對孖山兄弟 叫做這個馬利奧雷納多 和這個祖利奧雷納多 最初他們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表現 沒有什麼表現 唯獨他們有度打了 因為這部卡通片 或者這部高達動畫 最有趣的是什麼 他每個參加選手 都好像是獨門秘技 打到主角他不跟你說 或者那個名人學長 他都不跟你說 所以你都會猜 例如 這對兄弟 他之前那場比賽 就打完 突然間對手的關節斷了 對手機的關節 然後要看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那部機 我記得是GM來的 GMSLive 威力就不應該這麼大 然後他最後就去到 我記得是八強 就對了名人學長 原來那條混蛋 就是找 平時砌模型的那些人仔 你當是 44人仔出來 Toy Story裡面的那些 兵仔 你當是綠兵仔 原來他找那些綠兵仔 就打人家的關節 裝炸彈 我真的猜不到他 你很厲害 然後呢 很精彩 很精彩 因為那場是幾乎 整套Gundam Bill Baker 最精彩的那場 大家看到 真的 互相計算 和招式百出 他那部機還要佔到 他的背包 原來也是一部機械 是一隻狗 可以在陰人射 分體射 我又打爆了你的人 打爆了你的狗 你還不死 原來他的機械還裝了exam 在裡面 很過分 真的是exam系統 真的是吉武 真的吉武 但是人家是六高吉武頭 有點過分 像深藍恐強 深藍戰律 深藍戰律 五月我們期待一下 這部機械也設計得很漂亮 那部是K9Slipper 我叫做K9Slipper 只是出H3 我等於MG 應該是機會更快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是用GM的模式 如果他很大改動 骨架也不一樣 骨架也可以不改 但是背包有很快設計 那你H3也出到 HG出到MG未必 不是主角系的 還要出來一揮一閘 還有我挺懷疑 那個Marketing 問題是你知他出MG為什麼 除了R78 是為了試技術之外 他也真的是一個Marketing 那你始終你GM Slipper 譬如我不覺得Marketing 是很多人會買 不是啊 我就這樣看 最受歡迎的當然是B1街 接著是京報凡 還有這部GM 還有一部鳳凰 不死鳳凰 那個人我稍後再說 除了這個之外 也有一個很高人氣的 就是意大利代表 那部鳳凰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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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鳳凰Wing 那不是自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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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笑而已 他想到他自爆 果然是Wing 高達 因為這樣的 他初頭和主角打的場合 那一集都挺精彩的 因為說 精彩就不是打鬥 是說他回想法 你沒想到竟然可以砌模型 砌到這麼熱血 就說回他Wing 一起跟他混戰 爛 為什麼他是單翼 因為他爛了又弄 他跟主角打得好像gord Gundam 因為兩個只是出拳 還有兩個互偶 除了這個還有兩個角色 另外想提一提 分別就是 是不是女主角 玉包才是女主角 玉包才是女主角 那他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強化人的故事 我真的看這個 看得出不錯的影子 我反而是覺得看到強化人 因為他的造型 他令我回想到Double O裡面那個 那個強化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因為那個女主角就很厲害 說不知道他又要帶著頭盔去比賽 然後他又用 那一部是不是卡碧尼 用一部疊式卡碧尼 即是強化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打模型 打到這麼認真 就做了一部系統去刺激你的神經 讓你變成狂戰士 控制不到 不停地打 那他的卡碧尼 就有隱藏絕技 最初是 除了強化人系統之外 不知道為什麼旁邊的東西會爆了 原來是有隱隱暴炮 這個設計 這個OK 我當你透明件也好 都做不到透明 那你飛得快就看不到 我好你贏 但是我覺得最有創意的是誰呢 就是用那部Gundam X的那個人 他叫 茅 什麼白袋 白袋 不是 白版真羊 這個人呢 很過癮 因為他出來的時候很特別 因為他剛開始看到主角伊藤正 他倆不打 在冥想 在冥想 對戰 然後他們倆是幻想自己 在相機裡面 他們是穿回那套動畫的衣服 因為主角那一套是Bill Strike 他穿了 希藍那套 那八版真羊 他又穿 穿 穿 那套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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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有趣的是什麼 大家如果有少少認識的對Gundam X 就知道他最厲害就是衛星月光炮 那套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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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套蝙蝠 總之是大光炮 但是主角跟他打的時候 他開始想 為何他可以日時用 月光卫星炮 我也覺得很奇怪 最後他一個合理解釋 就是 Gundam X 大家都知道後方有個 那套蝙蝠 他把蝙蝠改是太陽能板 其實那套是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已經是去到 真是打 不是冥想法 真的打到 我认會很厲害 那套蝙蝠 那套蝙蝠 是很合理的 這些大致上就是故事出現的角色 我個人覺得,你說是不是有什麼很深刻的描寫呢? 其實是沒有的,但是很過癮 一直看得爽 不過其實這條方法又不是以前沒有用過的 以前你說狂四郎,那堆或者漫畫有些叫做高大野狼 其實這條方法已經是在玩的,但是那條方法主要是改模型為主 就沒有去到現在這樣一個公開性的玩 應該說沒那麼絕 你絕到是UC那班,叫做魯士忽都可以喜歡 年輕的PM,看開SEED的,主角也是開著一部SEED的機 真是叫魯少咸耳,什麼人都對 其實也能炒一碟 我也是很過份 還有他有一件事精明的故事 以前呢 不是不是以前,去到AGE的時候 他就試圖走兒童響 那些畫風 但是他的故事仍然是想說一些大道理 我看一些人分類問說 又是一些戰爭不好 又是你打我,我打你,原來大家要和平 那又 我不是說這些題材不好 你要真是處理得很好 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覺得好像夠黑 例如GUNDAM SEED和GUNDAM 0000 後來你覺得他們是夠黑 大尾劇 你不知道他們是否叫世界和平 你感覺不到 而這套東西呢 他不跟你講大道理 打吧 就這樣打吧 因為是玩具 所以可以很認真地打 那他就做一些很認真的漢狗劇 例如剛才說的那些背高達對白 或者在最後一陣子我們可以全集在一起找死人 找死人那集也是很過癮的 話說呢 應該是最後三集來的 總決賽之前他們有高達債 那就搬了兩部一比一的高達債 再會看到一些你應該是中學家的人 例如阿曼 把小小伙子在這玩 或者你見到道門成家人 道門沒有成家人 大家都是齊齣 大老、叔、父、父、父 媽媽都是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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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唯一有發聲的就是馬莎在那裡吞噓老爸之後 想不到他真的發聲 因為之前那些都是報警版 原來在那裡等阿拿拿買雪糕給他吃 還有一個遠鏡的人 眼裡的Pan Pan遠鏡是見到家美優和阿科在那裡逛街 也都好像見到阿寶的 還有我忘了阿寶條女的名字 花園是家美優 不要緊 還有高達X的兩隊變態兄弟 見到阿寶條女在那裡做主持 你這傢伙真是玩得那麼盡 OK的 就像剛才盲鬼那樣說 這些就可以吸收舊高達迷 因為你真的拿出去玩 大家不會太認真 拿來笑一下也好 其實他不只吸收高達迷 他連SD那些汁都混在一起 是啊 連騎士高達都放在一起 因為這期就是在吸收這東西 Legend那隊 是嗎 是啊 有高達隊長 前面有Kindem 有有有有 剛剛出來那時候 還有騎士 後期升級之後有三神器 有三神器真的很過分 最過癮的是為何刺下去 可以是棉花彈出來 那個就是Bear Guy 因為那集是這樣的 其中一位主角 依職 我真的說不出名 依職症 她也有女兒 就是呂班長 呂班長就不會砌模型 你試試拿一部來改 他就拿了一部 學學砌模型 他就拿了一部 紅霸來改 原先是有部都差不多 有的 是 他就改 主角說喜歡怎樣改 他就參加了一個 他最後也參加一個小型比賽 女子高達格鬥比賽 他又不知為何有一個宿敵 或者是覺得是他的宿敵 他就拿了一部騎士角達同一輪去打 打就打就發覺 為何不敢進入他的機 原來他塞了點棉花 那就贏了 那一波都很精彩 我想如果將來有機戰 也是他的必殺技之一 拾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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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騎尼機 有觸手系的 照顧 照顧 這些我都覺得過癮 咦 再說回剛才Tim說的新手砌模型 其實我也很佩服他有一集 可以讓人坐在那裡乖乖看他怎樣教人砌模型 你說是主角老爸出來教阿珍 靈絲和女兒砌模型那集 是啊 他是真是教學來的 他可以融入動畫裡讓人看 這個我真的很佩服 是的 公道點說他的節奏掌握得很好 他每集都有打的 或者一些 因為他到中間都不知道 但是有些賽車比賽都有 棒球都有 但是不要緊 他每集都會有些動作場面 而這套動畫的動作場面 是處理得好的 很漂亮 他例如剛才我們說過 那隻GM Sniper 對經步凡 鳳凰不死鳥對主角 步標strike 還有 有幾場都是打得很好看的 如果只是說動作 我覺得是近幾年最漂亮 分分鐘是他 你們看過HHD動作沒有那麼漂亮 差很遠 因為我自己 對上一套看 因為Gundam UC我沒有看 我有看Gundam Seed Gundam Seed是某幾幕 你才覺得他打得好看 他誰打得好看 按我按鍵而已 全部都是兼用卡 公道一點說 他有幾幕是好看的 但是 例如你十場才會找到一場 你覺得他打得好看 但是Gundam Build Fighter 十場有九場都打得好看 都打得好看 因為我想他沒有那麼多群氣 因為其實你高達 很多時候你是在說一個戰爭 群戰 即是有很多部機在 要同時處理 但是你說現在Gundam Build Fighter 是一個one-on-one的遊戲 那他在那個著脈 之間的活動 我覺得他多了很多 我想也是 因為一來你群戰 你不要說畫面處理 怎樣處理 即是哪部機出 即混戰是難處理的 你變回單鬥單 其實就 相對來說 他可以投放一些資源 或者直接說 他把所有資源都投放在戰鬥上 因為你平時日常的繪畫 其實是少很多 你日常背景那些 不用太仔細 你反而可以花很多心機 下去戰鬥上 甚至乎 如果你看現在新的動畫 很多時候是有換衣服的 除了靈屍穿水衣之外 他們連繫頭服都不用穿 幾乎 這節先講到這裏 下一節回來再講一講 或者一些我們覺得的缺點 或者一些不足的地方 好 待會再見